这是一个妥妥的翻车视频 本来以为几百块轻松到手 结果主厨的鸭子飞了 空调不至热 咱先开机时机 听一下声音 这么一消去几百块都冒了 相信屏幕前的你 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坏了 拆掉 然后测量一下它的容量 放电之后测量 哎呦它很不坏了 测量之后呢 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电容很充足 35微法 这是我的心情很财政啊 有可能翻车了 不死心 再换一个大点的电容试一下 还是不行呀 大家对这种压缩机卡缸 有什么好方法吗 之前修过这样的 有的及时启动了 但是过上了一段时间还是坏 不知道大家碰到这种压缩机卡缸的 都是怎么来处理 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